运球只是辅助,脚步的运用才是关键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Balance Breaker篮球教学 那么上一期看到很多人留言说 你脚步分享的再好,但是我手上运球还不是很稳 所以这一期给大家分享打球必备的三种运球动作 那么熟练掌握这三种动作之后 可以帮你打下非常好的篮球基础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第一组,连续上下大力运球 注意一定要有运球力度,使劲把球往地上拍 目的就是让球能有一个足够的回弹力量 去冲击你的手,来锻炼手对球的掌控能力 第二组,一次上下大力运球加两次低运 注意要在球回弹过程中主动去控制篮球 改变运球频率,来锻炼手对球的应变控制能力 第三组,好动上下运球 你可以把这个训练项目当作日常的一部分 比如你平时走路,室外慢跑,快跑都是可以运着球的 目的就是来锻炼我们手上运球动作和脚下移动的协调性 因为原地运球和跑动运球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一定要去练习 不然无论你原地运球练得再好 一旦到比赛里你带球跑起来 就会感觉自己跟没有练过运球一样 第四组,一次上下大力运球加后拉停顿 注意后拉动作不要翻弯 可以先看着球做动作,观察动作是否正确 让身体熟练记忆后再去不看球练习 后拉动作的练习非常重要 在你持球启动时离不开这个环节 所以一定要做对养成好习惯 上下运球篇给大家推荐的脚步是下沉分腿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我们跑步 我们不会选择双脚平行去加速启动 而是会选择让一个脚后撤来蹬地加速启动 那么下沉分腿的动作也就是让我们的双脚 在原地原有的空间下进行前后移动 转换到一个利于我们启动加速奔跑的位置 练习时要注意上身的旋转 以及后脚的蹬地动作 动作要做得完整 不要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个分腿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启动动作 无论你在原地还是在移动状态下 都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转换 那么这一个启动动作就包含了我们上面的四组练习 首先动作开始 一次大力运球变速第一组的练习 接着控制回弹高度让球停在二分之一的位置 第二组练习 然后后拉球第三组练习 最后启动带球跑第四组练习 完整的一套训练方法大家加油练起来 第一组三种换手运球幅度练习 脚踝位置 膝盖位置 臀部位置 注意同样要保持力度 第二组一次换手运球动作之后 手向前伸 有东西摸就摸 没有东西就摸空气 接着手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接球 重复 锻炼手每次都是要重新去找接球的位置 而不是机械式的双手固定在原地等着运球 不同的训练目的 第三组两连三连爆发换手运球 建议练习时每一组之间要有停顿 也就是先从放松的状态到紧张爆发做连续变相 重复 锻炼突然做出连续运球动作的适应能力 向内运球篇给大家推荐的脚步是并步横移 也就是我们向一侧移动时 先做合脚动作 然后再蹬地横跨一步 完成横向移动 结合手伤换手运球动作 通过左右的横向移动来试探防偶者 同时在我们每次横移并腿的这一瞬间 都可以去蹬地爆发 转换启动 无论你向持球手一侧突破 还是非持球手一侧突破 都非常的方便 第一组两种幅度的内外运球练习 第一种内外运球幅度在一侧腿附近 第二种内外运球幅度在身体中心附近 第二组 每一次内外运球动作之后 把球尽量控制在手中做停顿 注意不要翻腕 建议依旧是先看着球练习 锻炼我们手横向控制球 也就是悬浮球的能力 非常重要的动作 建议反复练习 内外运球篇给大家推荐的脚步 是刺探步 也就是我们手上做向内运球动作的同时 非持球手一侧脚向同侧方向横跨一步 做出整体向一侧突破的假动作 简单实用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三种基础运球动作练习 在没有熟练掌握这些动作前 建议大家不用去练习复杂的动作 不要急 一步一步来 控球训练是最简单的 只要你多组数重复坚持练习 你的提升一定是非常快的 那么大家一起加油